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很開心我們又開始 今天色經的網上討論會,我們圖主祝福我們今天的時間 讓我們去思考聖經,去應用聖經,去能夠應用我們所學習的 多謝天父,感謝天父,我希望這個過程是幫助大家去思考 去反思我們所信的和應用出來 上一次是講到傳福音,聖經是支持傳福音 不是單是用人的說話,用聖經的說話 不是單是用說話,不是單是誤性的 聖經是有講到用神跡歧視的能力,聖靈的能力 使外幫人信服,不同的經文都是支持 耶穌開始傳道也是叫人行神跡歧視 祂自己也是行神跡歧視的 這個是聖經的模式 也都在《光臨多次言書》12章那裡講到 因此的時候,並沒有講到將會停止的 在《馬克福音》16章那裡講到 《門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聞聽》 信的人呢,必有神跡除著他們 都是講到傳福音的時候,是有神跡除著的 那這個就是,目的就是用神跡除著 神用神跡除著,證實所傳的道 證實我們所傳的道是出自神的 這個就是神跡的目的 那因為人呢,很多時候他有生命的各樣的困難 健康問題,心靈的問題 或者是覺得孤單,覺得神很遠 那當他們經歷聖靈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神不是很遠 神是可以經歷的 也都看到是神可以幫助他們 在他們的困難 還有呢,這個世界除了神呢 也都有邪靈的 有邪靈呢,我們奉耶穌明 邪靈是完全伏在我們腳下 是完全呢,他沒有權反抗的 那有些人為什麼邪靈不走呢 原因是因為他在罪中或者負面情緒 他沒有給神去掌管 如果他給神掌管的時候 邪靈是很快離開的 那這個就是在乎我們 聽不聽神的說話 聽神的說話的時候是可以經歷神更多的 而我們自己呢,是可以帶著聖靈的能力去祝福人 我們越多親近神呢 我們越有神的同在 是會帶來祝福的 那我這次講這個呢 就是經歷聖靈報道法的程序 那我首先講講 經歷聖靈報道法 在聖經有什麼支持 有什麼根據呢 第一,聖經是有講到人是可以經歷神的 譬如耶穌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類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這些都是經歷 羅馬書五章五節那裡講到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都是經歷到神的愛 又可以經歷到醫治 奉耶穌的命趕鬼 所以聖經是講到人是可以經歷神 帶來的平安喜樂愛 也都帶來醫治能力 就是說神是可以經歷的 那就是幫助人很大的 就是被人看到神很真實 那就當人經歷到神很真實的時候 他們就會對神的看法是不同的 就是說知道神真的在這裏 耶穌真的在這裏 那我們就去帶祂信耶穌了 那這個第一就是聖經是講到人可以經歷神 那第二呢聖經也都講到 經歷神的祝福是會帶來人信主的 譬如耶穌叫拉撒路復活 就有很多猶太人信了耶穌 那個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邪靈趕出來 接著他就去將整個生命改變 他就去周圍底加玻璃 底加玻璃的意思是十個城市 那個很大的區域去講到神為祂所做的事 何等奇妙 即是講到當人經歷到神的祝福 神的祈治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改變了 譬如保羅 在他的傳道 他是不同的情況都有提及到 他怎樣見到耶穌 他的經歷作為支持耶穌是基督 以及支持他自己生命的改變 他本來是敵黨基督徒的 但是他居然會改變成為 這麼熱心傳陽福音的 這些都是講到人經歷神的工作 然後跟著他們就順從神 並且熱心愛神 那就是告訴我們 用我們的經歷作為傳福音的一步 是合乎聖經的 是有很多人經歷聖靈之後 經歷神的工作之後 生命改變 而在事實上 就是在聖靈的圈子 因為很多人經歷聖靈 是很多人看到他是 一下子生命更新的 一下子 我自己一個例子 當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即時就真的 很感激神 也看到我們和神可以有這麼好的關係 還有我看到我自己生命中有不同的破口 那我就開始很刻意地處理 還有看到自己可以給神使用 我就很興奮 我就全心地保守自己的生命 整個生命不要有破口 讓我能夠更大的被神使用 真的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時時都是看到神跡旗幟發生的 那這個是對我生命很大的更新 那整個人改變 那我也都認識了很多人 就是因為經歷聖靈 整個生命改變的 那這個是非常之震撼的 都有很多人 有時候我們一下子為他祈禱 那他經歷聖靈之後 整個人就改變了 他們看到神的真實性 那我幫這些人 經歷聖靈之後 有些人就進入侍奉 是全心願意給神使用 有些想進入侍奉的人 我跟他說到他可以怎樣給神使用 他也是很開心 找到出路 找到出路 怎樣可以更加給神使用 有些什麼從神來的方法和能力 他就看到他們的生命 可以怎樣給神大大的祝福 所以我現在有這個事奉 操練課程就是訓練人 給神使用 在各方面都訓練 全面性的訓練 包括講道 包括帶領聚會 聖靈的聚會 一切我都可以訓練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講這個 剛剛我講了這個 幫人經歷聖靈 而傳福音的聖經根據 就是人可以經歷聖靈 而經歷聖靈 在聖經裡面都有很多例子 是人經歷之後 整個生命改變 所以我們都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而耶穌是講到 因為傳福音一直到地極的時候 都是一樣有神跡其事隨著的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這種的恩賜能力 去傳福音 好了 那這個經歷聖靈福道法 這個程序是怎樣呢 既然可以幫人經歷聖靈 我們可以怎樣使用這個東西 來傳福音呢 這個方法就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聆聽和回應人的需要和感受 和建立同一個關係 就是第一步就不要說我和你祈禱先 因為人來接受 我們一定是表達對他的關心 我們是回應他的需要和他的情況 如果我們認識的人 我們就聽他講話 就是平日聽他講話 回應他的需要和感受 然後呢就去找機會 去向他下一步去幫助他 那如果在街上傳福音的時候 那這個就看情況的 真是看情況 我們可以講些什麼說話 幫助他呢 那一些可能性就是 但是如果見到一個人 譬如有疾病 就是在街上的 我們都可以跟他講的 你身體的疾病是怎樣的 譬如有些人會坐輪椅 我們都關心他 我知道你都是辛苦的 就是因為你的身體健康 而會覺得不開心的 不過有些人呢 會聽我們講的 有些人是不聽的 他一知道我們是傳福音 他就不聽的 就是有些 我有時在街上看到有些人 或者是地鐵 我看到有些人他是有殘疾 我走過來跟他說 哇 我曾經為人祈禱 有很多人得到幫助 身體有健康有改善 神都可以祝福你的 或者有些人呢 有那些 智障的問題 但是呢 有很多人一聽就已經立刻抗拒 那這個他的責任 我們不是 就是他不肯去尋找 這個是他的問題 但是我們 求神給我們有機會 去跟他 建立關係 或者就算先跟他聊天 找到什麼話題 先跟他聊天 然後他講出他的困難 我們就回應他的需要 那這個第一就是 跟他有connection 尤其如果有些人住在一些屋邨 是有適時都有一些見過的人呢 來往的 就是有些人都已經見過了 那也都在街上呢 跟一些人招呼啊 那這個呢 就可以 就是找機會 可以向他們傳福音 那就聆聽他們的情況 回應他 那下一步呢 就是 找到機會的時候 分享自己 或者別人類似的經歷 還有神的幫助 就是譬如說 有個人失眠的 譬如有些人呢 他看到他很潮緒啊 身體很軟弱啊 那我們可以關心問他 好嘛 你身體怎麼樣啊 那他就說 哎呀我好不開心啊 或者我好辛苦啊 我身體不健康啊 有些什麼疾病啊 那我們可以了解多些先 就是譬如說 你有沒有影響你睡覺啊 有沒有影響你日常生活啊 這樣去關心 那都講出 我知道這些都是很辛苦的 然後在某個適當的時候 最好就是等到他對我有信任的時候 我們就分享自己 或者別人類似的經歷 和神的幫助 譬如有人睡覺睡得不好的 那我們都可以說 我自己都試過睡得不好 先說了那個情況 我以前怎麼睡得不好啊 或者睡得很少啊 或者睡醒醒啊 這樣就 先讓他有些對話 他說啊 你也是啊 這樣就不要 一說跟著就說 耶穌幫我 不要這麼快啊 一說到 立刻說耶穌幫我們 他們立刻就會知道 你現在上傳福音了 那我們就 不要太快 而是 讓他知道 這裏我們都是有這些經歷 或者我們認識的人 是有這個經歷 我們認識的人呢 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的 很辛苦的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就講 我們怎麼經歷到神的幫助 神的醫治啊 祝福啊 那就是分享我們的經歷 然後呢 我們就 第三 就是邀請對方接受按手祈禱 就是說 我經歷過神很真實的祝福 你想不想神都來到你身上去祝福你呢 祂可以幫助你 可以改善你的情況 也都可以醫治你的 你想不想呢 這樣 那 如果祂想 那當然就 就非常好 那就走下一步了 那跟祂按手祈禱的時候 都跟祂說 你打開心 很想 耶穌去祝福你 那心渴慕神 很想耶穌來到你身上 真是覺得呢 相信神有這個能力的 你就很想神去祝福你 那然後呢 就 在祈禱之後就問祂了 請你仍然閉上眼睛 請你 你在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的經歷 或者感受呢 那我加上經歷就因為呢 是 是 因為聖經是講到經歷 很多經歷醫治啊 趕邪靈啊 生命就改變了 那 所以用我經歷先 聖經 經歷叫人信耶穌是 合乎聖經的 那然後我們都可以呢 就 問祂感受 因為有些人呢 他不懂得講什麼經歷啊 那所以感受呢 就比祂更加容易明白了 就是因為 感受可以包括 他身體的感受啊 他 心靈的感受啊 那他感受到神的同在 那這個呢 就是 啊 就是 給祂知道啊 你感受到平安輕鬆 這些都是神帶給你的 那有些人不懂得講 我可以問他 心靈和身體 有沒有任何的 經歷或者感受 那就可以告訴他了 有沒有覺得輕鬆了 有沒有覺得呢 舒服了 有沒有覺得呢 他的重量 離開了 那然後呢 就去跟他解釋啦 這個呢就是你所經歷 就是聖經所講的 那我之前都傳過一個 一張slide裡面列出 我們可以經歷聖靈的方法 比如平安啦 重淡得釋放啦 心靈醫治啦 啊 安慰啦 喜樂啦 能力啦 啊 身體的醫治啦 啊 啊 趕邪靈啦 或者是能力啦 這些都可以經歷的 是有經文支持的 那我們就告訴他 那你所經歷的 就是聖經所講 我們可以經歷神的作為的 那你想不想神祝福你啊 那他想神祝福他呢 那時候 我們就可以祈禱祝福他 可以分開兩部分的 有時候可以分開 有時候在一起 我們看一下那個人的反應 如果那個人的反應很強烈 我們就可以說 你想要耶穌以後一生祝福你 那我們就向他解釋救恩 解釋人 有個神真的很愛我們 我們都是有罪的 我們需要來到神面前呢 是悔改 因為神都是有慈愛 但是祂是公義的 我們有罪 祂一定會審判的 所以我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那你想不想我們 你跟著我祈禱一句句 去求耶穌赦免呢 那譬如說 未到這個位 那個人沒有這麼強烈反應 我們都可以說 好了 你想要耶穌祝福你啊 那我們就祝福他了 祝福他的仇 求神給他平安 喜樂 興省愛 這一類的祝福 也都可以在祈禱裏面說了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都是得罪人 得罪神 有想過不好的事 說過謊 傷害人 求耶穌赦免我們 就是我們祝福他整個生命 然後呢 最後就說到求耶穌赦免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問他了 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我想 我們就跟他解釋 人有罪 神很愛我們的 我們悔改信靠耶穌 耶穌一定 拯救我們 和祝福整個生命 解釋救恩 那就帶他悔改信主 和教他怎樣 親近神 和遵從神 怎樣跟從神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大約的大綱 那大家在這裡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那我先回應 我明天再詳細去 再慢慢去解釋更多的要點 那大家首先在這裡 有沒有問題想問 我轉一轉咪 我想問呢 如果 就是他很煩的人 真的很多憂慮 有人想問 有啊 聽不聽到啊 聽不聽到啊 喂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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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 如果沒有的時候 是否有人想說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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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姐妹有啊 但是牧師 你是不是聽不到啊 牧師 可能要加大聲一點啊 OK 好好好 請說 有些人呢 譬如說很多憂慮 很多重擔的 很多煩擾思緒的 那你和他奇緣討 那你問他 有沒有舒服了啊 或者有些什麼感到啊 那他沒有 他還很煩 那他又經歷不了 神次的平安 OK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那 OK 你的心還是有些重擔 你試一下這一陣子 不要想那些 你就想著 有個神 很有能力的 創造天地的 做這麼多很美的事情的 那他幫過很多人 那你試一下放下你的重擔 讓耶穌去幫你好不好 這樣 就是跟他說 你放下你的重擔 不要想這些 只是想著耶穌在你前面 他想祝福你 那再跟他祈禱 那這個也都是 那 就是我講到按手祈禱 那我發覺呢 就是當我們建立聖靈的恩高的時候 按手祈禱呢 那些煩惱的人是 很明顯有改善的 反而那些沒什麼經歷的那些是 就是他比較 情感上封閉的 就是沒什麼感覺 那些人就比較難一些經歷的 就是他根本整個人沒什麼感覺 小感覺 但是那些很煩的那些 反而我覺得他是容易經歷的 在按手祈禱的時候 所以我們 需要建立這個聖靈的恩高 需要長時間多祈禱 愛慕神 慢慢祈求 然後你也參加聖靈充滿的聚會 大家可以來到我們的聚會 去多操練親近神 這樣呢 也都我為你祈禱的時候 你留意 你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你就越投入就越加強 這個就是會 慢慢加強聖靈的恩高 祈禱的時候是很投入 加強聖靈的恩高 幫助人經歷聖靈是更加容易的 幫助人經歷聖靈的 如果本身都是沒有什麼經歷聖靈的 是會難一點使用這個方法的 OK 那我們就一起祈禱 放鬆的人 我們自己都放鬆的人 深信神愛我們 深信神幫助我們 有些方法都可以幫助我們 更加敏感身體的感受 我們在想著耶穌可以放鬆深呼吸 一路感謝神 歡喜神 你會發覺整個人很舒服的 這些方法就是放鬆整個人 然後深呼吸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越是能夠放鬆 感激神 越容易經歷更多的 OK 大家站起來 那你都留意一下自己的經歷 那你都留意一下自己的經歷 譬如說 身體的搖動 身體的 覺得舒服 心靈的輕省 你發覺越投入就越強烈的 那有些人呢 有震動 有些震動 你發覺一投入就會有能力 令到我們會震動 那麼我們都留意 留意的時候 越投入就越強烈的 好 我們一起起來去親近神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多謝天父 神你充滿慈愛恩典 神你時時跟我們一起 現在你就在這裡 求你幫我們打開個心 很想親近你 很感激你 很歡喜你 神你真好 耶穌你真好 耶穌你是愛我們 關心我們 主耶穌你為我們釘十字架 為了拯救我們 是很大的恩典 你都為我們預備天堂 新天新地 是極之美好的 神你裡面有無限的恩典 你很想更多人去享受到你的祝福 你就來到世界上去拯救我們 也都繼續擦顯聖靈感動我們去跟從你 我們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的大愛 多謝神關心我們 多謝你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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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便告訴我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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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便告訴我 多謝天父 神你時時愛愛你 我們可以享受你 我們可以經歷你更多 經歷你的平安 興省 幫助我們 放下所有煩惱 重淡 幫我們活在你的愛中 享受你 時時親近你 時時享受你 從你得力 有正面的思維 不讓任何人影響 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神你的恩典 救我們 感謝天父 神你真好 我們有神萬事足 整個人就輕省平安 開心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贊歸比天父 神你真美善 求主的聖靈 大大充滿我們每一個人 幫助我們渴慕你 讓你的聖靈更大充滿我們 把聖靈的恩典賜給我們 讓我們有能力為人祷告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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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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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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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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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ed 母 天父 天父 将 改变我 大家一直跟着这首诗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在这里想 圣灵啊 临在 释放我 就好像那些重担一直释放出来 融化我的心 将我心的肛硬 软化 改变我 这一路的心就在 圣灵啊 入我心 改变我 软化我 拿走我的重担 一路是 心一路这样跟着 就不要只是这样唱歌 譬如有时有些人 敬拜就会好像唱诗歌 这样唱诗歌 经历性来不大 就是很个人性 耶稣就在这里 圣灵就在这里 大家试一下这样做 他就 板标 砰标 骛标 草拨 我心 跳 Trail meng 大 把我 到我 在我 空 游� do 行 主 在我 在我 改变我 行靠四宁 充满我心 行靠四宁 四放我 行靠四宁 拥抱我心 行靠四宁 改变我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享受你 我们一路的心 想着享受神的时候 好像一路想着圣灵 涌入我们的里面 恳求圣灵 充满我们 涌入我们的心中 释放我们的灵 将我们的冲淡拿走 将我们所有难了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事 都随去 所有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不依靠神 求主都拿走 让我们很单纯 好像一个小朋友 来到你面前 很开心 很欢喜你 很喜欢你 很感激你 这样来到亲近你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耶稣你真好 我全心爱你 全心感谢你 欢喜你 多谢你 欣赏你 啊 来不到人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阿们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好 有没有人有任何回应 或者问题 有啊 是 我最近是有一个男士 他确诊了 阿金逊 我带了他回教会 其实在 看法那里 他是缺了智的 但是跟着就 开始要去深入 那些基础破诊 那些事来说 他就 召唤了 那之后后期就 确诊了 他是 是 克金逊 跟着就 刚刚经历完 刚刚是 她的家人 就是 那个经历完 刚刚跟我太太 就 離婚了 那就是 就是 我刚刚才跟我通过电话 就是 下午因为有医院打来 我是 因为我是 她的 是 就是我幫他翻譯 他要去做訪問 看醫生 見專科 我一直都在做這樣的工作 就是保障者在幫他做的 我就不知道這位先生 應該是怎樣去用什麼方法去 幫助他 因為教會都知道他的 但是他們的牧師 坦白說 給我感覺他們似乎都不是很想理 總之你來教會 我們就沒理會 理不理就由得理 變成我有點失望的 可以這麼說 我們去那個位置 講到怎樣幫助這些人 其實在這些情況 聖靈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 這就是你 可不可以為他按手祈禱呢? 教會會不會容許你這樣做呢?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跟他說 你現在有這個病 你想不想改善呢? 因為神的同在是會幫助人的 拍金信證 會影響他的神經 思想 記憶那些 但是在神的同在 神第一 可以減慢這個疾病的擴展 第二 可以減輕他現有的病徵 減輕他的病徵 其實已經是醫治 逐步的醫治 就是可以在各方面都幫助他的 就是他願不願意 那我們就帶他愛母神 這個應該他 你可不可以對這個按手祈禱 對這個神職醫治 因為他就在那裡說 他說 今天我見他 昨天見他 走路就是碎步 現在他仍然是 浸淫在之前跟他太太那種苦痛的那些 然後我說 那你 望天打掛 都不知道明天怎麼樣 等有成績 我說等有成績不是這樣等的 變成就是 我也跟他說過 所以剛才你那段說話 變成你可不可以錄音錄給我 然後我會播給他 讓他自己聽 我和他按手祈禱 我相信他會接受的 OK 好 不過你按手祈禱 想你自己多親近神 帶著聖靈恩高 那麼他會更加容易經歷到平安 慶省 舒服 我知道 我會找一些適當的 我會有團隊 會祈禱了 真的有這個感動 我才會去 但是你告訴他 神職醫治 就是按手祈禱 有什麼作用 因為他是 缺了一次 但是他給我感覺他並不是 serious 因為教會 你知道在Alpha 在Alpha那裡缺制 就是 哇 有人缺制 其實他們都未曾真真正正聽到 就已經當成缺制 其實就是因為教會的太過撤苗助長 其實就是他們這一家人有四個人 其實都死了死了 都不肯回教會 那詳細的情況不用在這裡解釋 我就回應這一點 我們可以跟他講到耶穌的恩典 除了按手祈禱 也就是耶穌的恩典 耶穌是 有能力祝福我們 祂關心我們 祂願意幫助我們 神看到你的情況 祂是關心你的 祂很想幫助你的 祈禱經歷到神的工作 讓你知道神是真實的 那你想不想祈禱呢 總是讓祂知道 神是可以讓你盼望的 你現在這條路很困難 但是神可以一步一步去幫助你面對這些困難 可以在這些困難中可以得到力量 那就是恩典 這些是恩典 不是只是叫祂 就是說你做些什麼 是恩典 然後跟著就告訴大家 當你 我換個當你 就不是你要 當你去感謝神 依靠神 你會越來越平安 越來越平安你就越有力量了 就是我會用當你 當你親近祂 遵從祂 愛祂 神就會歡喜你 祝福你了 我亦都有很多祈禱錄音 可以跟祂一起播放來祈禱 讓祂一起播放 pour 每十多個mak互相約 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